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工作,全身心地投入,报以最大的热爱,作为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,别说是工作了,会消耗掉所有的希望和勇气,但是谁能感同身受,在经历这些事情的肖战呢?没人能,在成团之前,肖战是措施出到位的,可能是命中注定,参加庆功宴,因为一个举动,又被粉丝给投回来了,就这样踏上了男团之路,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出发了肖战被血藏的呢?没想到一部小投资的网剧哦, 我的皇帝陛下里面的北塘默染的古装扮相,让肖战在B站上成了拉郎配的热门素材之一,古装的颜值获得了广泛的认可,从此斩获了一批粉丝和曝光度,在这些角色里,你发现大部分都是和心力有关,签下经济约哇唧唧哇像是不存在,音乐类节目也是在大火后,参加了东方卫视的《我们的歌》,央视经典永流传, 而这些被冠以资本力捧俄场太子的身份,早就在《狼殿下》热播期间,制作人陈玉山受访中亲口锁破传闻,对于极冲的角色是一起面的X9少年团,并非肖战一个人得到俄场的优待。 陈玉山说,对于演艺之路,看到了肖战的雄心,和想争取角色的决心,在肖战创造的众多角色中,有一个共同点,现代角色非常少,呼声最高的余声,请多指教到现在还被压着。 广电新规献鼓令出来之后,没人想去冒险再拍古装时,肖战在深山里一步接一步地拍,让肖战大火的陈情令也是自己亲自去谈的。 骤罗是自己是个胡嘎的时候演的,就连原著作者唐家三少,都说自己找了个帅胡胡,而这些全部被归为俄场太子的待遇,太打脸了。 现在也理解肖战口中的我从低谷而来,也不怕再回到低谷的深层寒意,而肖战将这些归为老来盘兹,心真的好大。